外观方面跟所有的银河一样 这台车没有很犀利 很年轻 很躁动的线条 看上去是比较灵巧 比较可爱 也比较流畅的 我个人挺喜欢它前脸的设计的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格栅 最重要的 就是当它前脸亮起灯来的时候 那个视觉效果相当不错 侧面用上了19寸的轮圈 整个比例感觉不错 隐藏式的门把手 我个人没有很喜欢 打开门是一个全包边的门板 上下车不担心弄脏裤腿 也有行李架 车尾是一个很饱满的造型 用上了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这个尾灯的元素还是挺多的 你们自己参透一下 坐进车内 视觉效果依然很精致 而且有不同的配色可选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种金色的 但是如果你要选的话 我还是会推荐大家去选择深色的内饰 因为相对来说会比较耐脏 从科技氛围上来说 上方有一个13.8英寸的HUD抬头显示 下方有一个10.2英寸的仪表盘 中间有一个15.4英寸的中控大屏 科技氛围不错 再加上它用上了Flyme Auto的这一套系统 这套系统跟魅族强强联动之后 可以带给我们不止于车机的体验 从视觉影音的娱乐效果上来说 它用上了16扬声器的Flyme Sound音响系统 整个听感是不错的 而且是带头整扬声器的 车机系统硬件层面用上了龙音一号 我们国产的第一款车规级的芯片 它的算力是815的两倍 用起来的这个流畅度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语音交互系统导航 以及QQ音乐等等的功能 在这一台车上实现就已经算是机操了吧 再加上它背后还有一个云计算 以及手机的算力支撑 所以在这个车机上 你可以实现各种不同的功能 包括手机所有功能的使用 我所说的所有功能 是包括了微信 微博 抖音 甚至包括手机的相机和设置 都可以通过车机来完成 这套车机在未来还有很多 可以玩 可以实现 可以突破的可能性 那我个人最喜欢的 就在它中控屏下方 给我们保留的实体按键和旋钮 这个旋钮在常规情况下 可以实现音量的调节 这个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 通过长按或者是点按的方式 也可以进行调节 包括车机主题 甚至空调的温度跟风量 都可以通过这个旋钮进行操控 最重要的就是它右边 还给我们保留了四个实体按键 这个实体按键 一是经过1.5倍的放大 二呢 它的排布 也是根据我们的使用频率进行排列的 在开车盲操方面 这台车没有任何问题 方向盘两幅的设计 下方带一点平底 上面也有动用的按键 可以供我们调节 后方的两个拨杆 右边是它的怀挡 用起来很优雅 因为它可以解锁中控下方 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另一方面就是它的转向拨杆 用的是自动回中式的设计 可能需要一点点的适应成本 中间这里有两个杯架 后方有一个无限快充支持50瓦 是带通风可以给手机散热的 后方有一个 一 二 三 四 五 最少可以放五瓶水的厨箱 内饰的用料方面 大面积用上了软质材料 而且有皮质包裹 有斑毛的设计 同时也有一些金属拉丝 搭配上的这种视觉效果也相当不错 整体的用料感觉 高级感觉都能体现那两个字 精致 无论前排还是后排 这台车都给我们准备了副的门拉手 就是当门打到最开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很轻松的够到 拉上关门 空间表现前排调到合适的坐姿 这我后排的空间可以说是非常奢侈了 而且全屏的地台 坐在中间或者是上下第二排 没有任何的难度 地台的高度也刚刚好 并没有因为下方电池组 而影响到了腿部的乘托 整个座椅不是小板凳的感觉 头部还有相当不错的郁度 我个人觉得它这个座椅垫 可能可以坐得再高一点 腿部乘托 说不定还会再好 靠背角度也支持调节整个座椅的舒适程度 柔软程度表现都相当不错 服务来说有空调出风口 有USB-A USB-C 也就是我们常知的Type-C接口 下方还有一个储物格 为什么我没有穿鞋呢 因为我把鞋藏在了下方 这个储物格里面 全车有33个储物空间 带我们去解锁 其实当我第一次在静态体验这台车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的 它的空间有多大呢 可以轻松放下我42码的鞋子之余 还有很大的空间 除此之外 3.5公斤的可承重范围 也使得它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并且足够隐秘 可以藏一些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小东西在里面 电动的后备箱 打开之后整个空间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后排座椅支持四六分割放倒 去解锁更大的空间 这个后备箱高度 在你搬东西上下的时候 可能需要有好一点点的腰力 物质索机其实不是这个后备箱的全部 打开之后 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有多大 我可以很轻松的 坐进来 它是一个双层的设计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盖板 去解锁不同层的空间 也使得这个后备箱有了更多不同的玩法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这是吉利英特义5 在昨天晚上 它已经正式公布了它的售价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价格区间 它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呢 Let's find out 这次银河翼5给我们带来了五大亮点 一个是它GA全球智能新能源架构 二是它的神盾短刀电池 三是11核1的电驱系统 四是魔方热管理系统 五是Flyme智慧座舱 那这么听起来还是比较玄乎的 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这台车坐在车里 前排你是有通风加热按摩的 舒适度可以拉满了 二视野表现很好 三从数据上来说 160千瓦的最大功率 320牛米的最大扭矩 百公里加速可以做到6.7秒 迷路测试的成绩可以做到78公里每小时 它的最高时速在高环上可以跑去184公里 数据体验在驾驶层面 就是当我调到运动模式的时候 轻轻一脚下去 这个加速是猛的 它也融合了这种电动机的一点特性 就是会比较柔和一点 这个猛的感觉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而且哪怕是我们在8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之下 一脚下去 100 后段的加速会相对缓和一点点 但是也是可以很轻易的达到 我们想要的那个速度段 个人感觉作为台电车 它运动起来怎么样 或者说它的这种操控机情怎么样 从物理特性来说 这是它的标准是它应该达到的 因为它低重心低底盘 再加上电机的顺时扭曲爆发 所以更加考究的地方来源于它舒适性上的表现 那当我们调到舒适模式的时候 整台车开起来的感觉会稍稍的慵懒一点 对于油门的调控我感觉会更加的细腻更加的舒服 轻轻踩起来的时候 整台车推动的姿态是非常自然的 如果你想要它更加自然更加舒服的状态的话呢 调到节能模式它会显得更加的肉 踩起来也会更加温柔更加舒服 对于车内乘坐的乘客来说 好感度也会更加高 同时呢它也提供了舒适停车的这个选项给我们打开 那我个人建议呢肯定是全程打开的 在刹车自动的过程中啊 也会减少这种点头啊 一顿一措的感觉 整体的舒适度表现会更好 另外就是它除了三种驾驶模式可选之外 都能回收有自动低中高四档可选 以及自动踏板的两档可选 包括了舒适跟运动 它可以搭配出72种属于你专属的驾驶风格 自动踏板这个可能会比较迷惑 什么是舒适什么是运动 那当我们调到运动的时候呢 其实踩下这个刹车踏板的时候 它会更加灵敏一点 这个自动效果来的会更早一点 舒适的情况下 它会更加缓和一点 对于我们平常开车而言 不会这么躁动啦 会降低这种晕眩的可能性 底盘调教方面 我个人感觉这个底盘还是偏软的 比我想象中的这种欧系底盘 动作会稍稍多了一点 可能在我们过滤大的一些颠簸状态的时候呢 它的动作会多那么一两下 整体表现是软的是舒服的 我猜也是本身它想要的这种家用车的属性 去让它在过滤颠簸的过程中 会有更好的一种宽容度 但是对于热衷于驾驶的人来说 可能就会多了这么丢丢 NVH表现电动车本来就很安静 然后在风罩方面的表现相当不错 可以很轻盈的去跟车内的乘客聊天的 哪怕是高速情况下 但是开快了会觉得 它的路罩会稍稍的起来一点点 但是并不明显应该算是吹毛求疵的一种评价了 还有呢就是有基础的自动辅助驾驶 所以在环路上或者是堵车路况下 开起来也会比较轻松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吉利银河15到底体验怎么样 我觉得整台车全方位的感受而言 体现出了两个字 就是精致 无论它的外观 无论它的内饰 又或者它的科技氛围 以及它的驾驶感受 那种细腻的感觉 那种高级的质感 这台车已经给到了 那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择 这样子的吉利银河15呢 还有再次来 让我们在任何的认为 对待我们的信用 我们的信用 kan不信用 我需要 我们的信用 我们的信用 我们的信用